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,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,叫加边沟,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,那里的三千多名被押右派,一个个病恶而死,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 多年以后,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,倾听他们的回忆,记录他们的过去。 于是,一段早已被人遗忘,却触目惊心的往事,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 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家编沟记事》,作者杨显慧,由花城出版社出版,播讲聂梅吕鹏。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,齐耀泉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,已经招架不住了,没有经历反驳和辩论了。 每次开会,他就一言不发。 他在心里说,你们说去吧,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,左派右派不就一字之差吗? 你们就是把我说成了右派,又能怎么样? 这是意识形态问题,毛主席讲了,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。 你们说,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?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,可是,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,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。 批斗会升级了,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,就是在陆维公提了字的保水堂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一天,晚上回到家里,他对妻子说,情况严重了,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,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。 有的大字报说,我是反革命分子,看来,要处理右派了,这是领导上的意图,没有领导的意图,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,我得有个思想准备。 齐耀泉有一个美好的家庭,她是1955年结婚的,那年她22岁,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,这年20岁,漂亮,能干,贤惠。 七 听东方.com整理发布,最新章节,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,听东方.com查询收听。 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,他们的孩子刚满一岁。 妻子问他,怎么做准备? 他回答说,看这样子,我真要定为右派了。 右派是抵我矛盾,处理会很严重的,可能我就当不成干部了。 我想好了,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,我们离婚吧。 妻子激烈地说他,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,会怎么处理你? 下放当农民,判刑,劳改? 要是劳改,咱们就一起劳改去,种地,咱们就一起种地去。 事情的发展,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重了。 就在第二天的上午,齐耀泉又被叫到了保水堂,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。 不料,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。 他说,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芳宣布逮捕令。 赵正芳是农民当中提拔起来的干部,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,当过村长,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。 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以后,升为公安局副局长。 公安局没有正局长,他主持工作。 此刻,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。 每叫一个名字,就喊一声,出来,往前走。 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。 接着,赵正芳就宣布逮捕令。 再喊一声捆起来,就有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榜地捆起来。 后来,赵正芳喊,右派分子齐耀全,站出来。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,齐耀全就明白了,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。 所以,他不等赵正芳喊往前走,就走到前面去了。 而且,走到了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。 赵正芳读完逮捕令,喊了一声捆起来。 两个公安战士拿着麻绳走了过来,伸手要抓齐耀全的胳膊。 但是,齐耀全大喊了一声,往后站!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,站住了。 齐耀全大声地说,赵书记,钢刀虽快,不斩无罪之人,今天你们逮捕我,我要问一句,我犯什么法了? 赵书记说,你还没有犯法吗? 共产党叫大家提意见,我提意见了,提意见难道犯法吗? 那么,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,犯法不犯法呢? 赵书记愣住了,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 他既没有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,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。 会场沉寂了大约一分钟之久。 有几个积极分子就喊着,捆起来,捆起来,太嚣张了。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齐耀泉的胳膊,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。 他没有反抗,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,但是那是没有意义的,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。 但是,他不断地喊,提意见犯法吗?提意见犯法吗? 赵正方继续宣布逮捕令。 这一天,总共逮捕了二十六个右派,全抓起来之后,就把他们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。 从被捆起来,到走进拘留所的监视,一个多小时的时间,之后,警察解开了绳子。 这时,他的胳膊已经僵硬,骨头,肩胛缝都很疼,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。 但是,他没有呻吟,没有喊叫。 他读过长篇小说《牛蒙》,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。 这时候,他在心里说,我就是亚瑟。 监视里,有一个犯人很有经验,说尿能够消肿,叫他把手处在尿桶里。 他很听话地处了进去,忍受着令人恶心的糟味。 傍晚,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晚饭,喊着,吃饭了。 他没有打饭,他不想吃饭,他在心里说,我抗议。 开过饭之后,来了个铁匠,给他扎上了脚料,十八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料。 第二天早晨,他仍然没有吃饭,他连着三天没吃饭,但是第四天的早晨, 他开始吃饭了,他饿极了,身体开始衰弱。 他心想,三天的绝食也没人理会,是不是想着要叫我饿死? 他想,我不能死,死了就没法讲理了。 公安局打个报告说,其要权自绝于革命,不就交代了吗? 也就是这天上午,吃过了早饭,他被带到了公安局的预审室,一个叫万圣祥的预审鼓掌审讯他,这话你说过没有,那话你说过没有? 审讯进行了八天,到第八天黄昏的时候,万圣祥问他,你有啥话要说吗? 他回答,你的审问结束了吗? 那么,我提几个问题。 我问你,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,代表不代表党中央? 万圣祥说,代表党中央,他又接着问,你说代表党中央,那好,那我问你,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,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,你们为什么逮捕我,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? 万圣祥不说话,他又说,人民日报还说了, 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,要分析三个根源,历史根源,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,我十六岁参加革命,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,这三个根源,我占了哪个根源,你们要把我定成右派? 万圣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,只是气哼哼地说,你说吧,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,带下去。 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安战士,就把他拉了出去,送回监视。 第二天早晨,监索的房门打开了,进来两个拿着手铐的警察,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,来了个背铐,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。 齐奥犬一直带着脚料的,脚料虽然很重,但还能睡觉,能吃饭,可一带上背铐,啥都干不成了,没法吃饭,没法解手,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。 他们给他喂饭,接手的时候,为他解开皮带,系上皮带。 最别扭的是睡觉,带着背铐,躺着睡不行,侧着睡也不行,只能够倚着墙根坐着,坐到天亮,再坐到天黑。 四天以后,童奸号的右派,看他精神不好,喊来看守报告,那个看守去向领导汇报,才来人把铐子摘了。 本书,通过当事人的讲述,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,尤其对政治灾难下,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,令人触目惊心。 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,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,逼迫以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,感同身受的体位,心怀触涕的反思。 系列纪实作品《加编钩记事》正在播出。 金塔县的气温很低,人们在冬季穿沾靴,但是,在拘留所不能穿沾靴,因为戴着脚料,阻挡了沾靴。 好在,看守是个崇拜齐耀全的人,齐耀全多次给公安局讲过马列理论。 齐耀全对他说,你给我女人说一下,要一双棉鞋。 看守不敢到他家里去,也不敢去单位见他的妻子,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限,同情阶级敌人。 看守就在街上站着等,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,他就跟在后边走,一边走一边说, 老齐要一双棉鞋,老齐要一双棉鞋。 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一双棉鞋,但是齐耀全的脚已经冻肿了,穿不进去。 女人说,明天买一双大一点的送来。 齐耀全就说他女人,再来叫保姆来,你不要来,不要受牵连,说你划不清界限。 但是,过了两天,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了一双棉鞋。 女人说,买不到你要的号码,是请人做的。 动脚的问题解决了。 已经有一段时间,没人管他了。 原因是,和他一起被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。 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,他进了拘留所之后,一直精神不好,就在齐耀全带上背靠的那天夜里,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,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。 这事儿,被监视看守知道了,汇报上去,公安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。 时间不长,县法院就给他判了刑,送去玉门镇的印马劳改农场改造。 刘金元送走之后,检察院开始审讯齐要权。 接下来,就又是法院审讯。 法院的第一次审讯,是在审讯厅公开进行的。 审讯厅不大,只有几十个人的旁听席。 这天早晨八点钟,警察就把他带进了审讯厅。 旁听席上坐满了积极分子,审判长还没来。 靠墙的地方,生了个铁桶座的炉子,火很旺。 齐要权便把被告席上的凳子拿到炉子旁边,坐下烤火。 有个人喊,坐中间! 他说冷,没动弹。 后来,审判长、审判员之类的进来了七个人,坐在审判席上,叫他坐到中间去。 他依然不愿意动弹。 一个警察过来,拉起他来,把凳子挪到中间去。 他这才坐过去了。 开庭了,审判员问叫什么名字。 他回答,叫什么名字,你不知道吗? 你不认得我吗? 他不是有意这样的,他只是脱口而出而已。 可旁听席上,竟然是一片笑声。 审判长和审判员都笑了,急忙捂住了嘴。 后来,审判员拍了一下金塘木。 齐要权很久之后都在想公开审讯的场景,他怎么也弄不明白,共产党的法庭哪来的金塘木啊? 那个审判员立声说道,严肃点! 等到笑声结束,审判员接着问,什么职业,原籍哪里? 接着就提问题,齐要权回答问题。 七个人轮流问,因为齐要权抱的态度是有就有,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。 问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,审判长说,怎么说,你就没罪了? 齐要权说,我当然没罪,我有什么罪,提意见犯啥罪啊? 毛主席说的嘛,言者无罪,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吗?毛主席错了吗? 审判长无言以对,略一愣正说,休庭。 以后再也没有搞过公开审讯,都是秘密审讯,在一间没有旁听席的房子里。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,警察把他和另外五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那间审讯厅,宣布, 现行反革命分子齐要权,思想反动,反党,反社会主义,抗拒交代,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 这次宣判,没有旁听者,宣判以后,带回拘留所,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,你还上诉不上诉? 齐要权大声地回答,为什么不上诉?给我指! 这天晚上,御友举着煤油灯,他趴在枕头上,写了三页的上诉状。 他在上诉状上写道,抓我时,说我是右派,现在成了反革命,判六年刑。 我怎么反对革命了?是杀人了?还是纵火了?还是喊反动口号了? 第二天早晨,起床开饭,正喝着汤,来了一辆卡车,叫他们六个人上车。 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,正要上车,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。 女人说,领导通知他了,叫他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。 泪水立刻涌上了齐要权的眼睛,他说,我连累你了。 女人说,把眼泪擦掉,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? 说着,女人拿出了一打钱来。 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,两百八十元,你拿上。 他只拿了八十元,把其余的塞在女人的怀里说,你还要抚养孩子。 这天下午,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,在一家饭馆,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。 后来再走,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子里,蹦蹦跳跳的行驶了两个钟头,停在了一片荒滩上,说是印马三场。 印马三场是新建的劳改农场,犯人都住帐篷。 一个帐篷二十四个人,帐篷外边拉着铁丝网,铁丝网外边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。 三场正在修饮水的大干渠,犯人们每天由公安部队压着从铁丝网的检疫大门出去。 走三公里,到达工地,挖土坊。 齐耀权劳动不惜气力。 原因是,他的精神状态很好。 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,多次审讯,他就没有服输过。 他不承认自己反党。 判了六年劳改,他认为这是县尾错上加错,会很快上诉成功的。 劳改队也是栖生的。 从他到达印马三场的第二天开始,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,无缘无故地骂他,有时候还推一把倒一拳的,看他如何反应。 对此,他坚决反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